第19单元 然后今天的话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今天去礼访 然后不是故意的 然后穿着陆军汉衫 我是在民国79年伏兵役好像是吧 那这件衣服呢 中兴访织的很感谢中华民国陆军 我这衣服已经穿超过30年了 还在穿 因为我以前熟海防 然后那个衣服都很多 因为我们那个有发那个内裤啊 绿色内裤、绿色上衣 那阿兵哥都不要都丢 丢我全部接收 拿到至少三四十件 然后一直穿穿到今天 还没穿完 不过内裤是全部都破了 都在那个厨房地板上当抹布 内裤比较容易坏 然后那个上衣呢一直在穿 陆军代表陆军捍卫中华民国 就算是中华民国的那个三军统帅 有问题 那我是汉卫中华民国不是汉卫领袖 然后那个来先讲一下 第18单元 18单元之前呢 我已经就是18单元是在讲那个1985年12月 1985年12月的这篇 那个三十二期 然后呢是翻译蔡英文博士论文的93到171页 当然还是一样啦没有增加就是说你在英国 就假设啦你在英国真的是写出这篇那个博士论文拿到博士 然后回国呢然后再发表翻成中文完全没有增加任何的文献 看不起台湾人嘛 不知道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太忙了 然后家族太忙 然后为了中华民国要制定 今天呢 比较离谱 不是比较悬疑的地方是我本来预期就是那个 政大法学评论第27期后在1983年6月 这篇应该是有没有我这边还缺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一个缺 第一个缺口就是28页到60页 这是第二个缺口 第一个缺口是1到13 1到13你到底发表在哪边去 我还没找到 我本来以为说那个27期有没有应该是按照顺序来 就有点蛮离谱的 那27期是你论文Part2的最后一章 这还蛮悬疑的 那个因为这个部分就电脑打字 电脑打字 诶强调电脑打字 接下来就要去追踪怎么回事 就是你在那个1983年6月有没有 6月的那个英文的那个文章 诶就是博士论文 你在你的博士论文在1983年6月的时候就用电脑排版了 就用电脑排版了 而且已经开已经那个刊登在那个政大 那是到底背后什么原因 这个我先把这讲完 然后我要去研究 好了那我现在就来看这篇文章 就是在1983年6月就是国际贸易中 国内市场之保护 然后这篇文章呢 那个是我先看页首 页首就是这样子 就是蔡英文 然后那个就是来那个第19条 然后页码是77 这边有77到104 那我们几条来看 加那个2就是市场保护制一般定义 那要确认 确认说你文章没有增加新文献 然后又确认说你是你所谓的博士论文的翻译的方法 就是对照你的那个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注解 不过看注解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你的内文 你的内文 这内文是在那个哪一页 我看一下对不起 我都有做笔记 这内文是那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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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吧 然后那个这个是你的Section B 就那一页的Section B 有Section A Section B 那Section B的话就叫做Economic Aspects of Emergence Safe Card Action 就是那个 在这边 就是The Only Efficiency Case for Safeguard Action 就是唯一能符合 就是The Only Case 就是这一边 这一边唯一能符合 好等等等等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那个 你这一页的注解 注解 有没有 它的确没错 第一个是Mers 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中神 所以我就要确定说你本师吧 把音翻中和中翻音了 没有增加 没有增加任何的东西 没有增加任何的东西 注解 至少注解 没有增加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那个 这一个有没有 这个Bagetti Bagetti 一样就123 有没有 来这个Bagetti 然后这个 这个 哎呦对不起 我因为吃太小 Bagetti 然后这个Bribery Bribery就是贿赂 Bribery有 这是第4号 没错吧 就30号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的话就是8 9 10号 这一样 那我等下要移一下这个位置 好像这个GAT GATT 对不对 GATT 14 14的话那那你对应过来 就是GAT在哪里 GAT在哪里 对不起 这一个没有 这个没有 怎样 是Johnson Johnson 有没有 Johnson这个注解 PP13 对应过来就是这个 有没有 Johnson Johnson 反正呢 我们再再讲一个 好了 像这个有没有 很长的有没有 你看一下这个 那个不要好了 看这个有没有 PP13 PP13 就是第13页 Hindley 第13页 有没有 来来来 Hindley 第13页 好在这边 Hindley 第13页 这Johnson Bagetti Bribery Hindley 第 这边 这边 这边有Hindley Hindley 有没有 GAT 对不起 是这个 Hindley 是GAT 那这Hindley 13 是这边 对不起 这边 10 当然你里面有少部分注解 不一样 不是 就是你可能就是有重新安排 因为配合有没有 配合前后文 前后 前后章节 所以 那个到了博士论文的时候 有没有 它有 三简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先有博士论文 反正先有英文版再有中文版的几率比较大 不是在网路有一些流传说 就是说最近才 最近 不管是不是最近 可是我就觉得还是英文版在之前就有了 英文版就是那个博士论文在之前 那看 看下一页 下一页 我们一样 后来比对注解 然后像这个是那个article article Six 就是article 19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呃 这边有没有有出现一个1931 对不对 1931 141 不对不起 应该1951 就对应过来 好了 看下一页 下一页一样 就是那个regulation 然后像这个regulation 有没有对应过来 然后这一段比较长有没有 United States 有没有对应过来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下一页这边一样 就30c part 2 那个investigation 有没有 而且这一段就是很长很长的 有没有 翻译成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那个across the board 然后there will be more 应该是翻译成这一个吧 然后再加一个是investigation number 有没有是investigation number 201-5 就201-5 的确就是两个就是两两边就是那个 反正伦敦政经博士论文跟你政大管理 那个不是政大管理 政大法学评论有没有 就是一直平衡平衡的 我就是快打他 我都一个字一个字要看他要确认无辜 因为这些指控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你错人家会把你搞死 啊你对的话呢 人家就是你对人家恨死你 你错人家告死你 这样还不会找人来打我 好 就是那个 那个那几个嫌疑人 好 就是这样做这个没有好处啊 好 你会被告死或者被恨死 好 会被告死或者被恨死 可是还是要做 因为我是台湾人 好 好 然后这边呢 一样好 被骂了 好 那这边一样好 好 那 就是继续看到 那 大家可以去比对了 好 那这个是那个296页的注解了 好 那一样都这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对 啊 这个是9293的话 有没有 像这个12跟8在哪边了 我记得是在这边了 有没有 那12有没有 啊 这个是8 8的话在这边 好 也是一样好 8 那这一句话呢 就是比较长 好 像这个IBID IBID 然后那个 这个是什么 Note1 有没有 这一样就参 不是 这边有 那 有没有 这个Note1 Note1 诶 等一下 Note1 按 这个他就懒得翻译了 就是BISD是那个 文件 然后Definition of like product 他这边就没有翻译 就懒得翻译 就Definition of like product like product 应该是那个相似的 相似的产品 然后他就懒得翻译 所以他直接有没有 直接来弄了 好 那接下来这个一样 我把它那个讲完好了 像这个Draft Code 有没有 这Draft Code 然后像那个这边这一句就有翻译成 那个 那个 翻译嘛 好 好了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其实也不用举了 好像这边有没有 这边的话 有5209 有没有看到5209 5209 对应到这边来 那就是那个 接下来有没有 我还没去 就是你写写文章有没有 你先写写写 就是先写的先发表 当然蔡英文就是准备那个博士班 那个论文口试的时候 令人佩服的地方 是他竟然还花心思去把那个英文论文有没有 翻译成中文在政大那个法学评论发表了 好 为什么 那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爱台湾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自己在那个伦敦的研究成果 所学有没有 赶快那个 跟台湾人分享 博士论文有没有过 是其次 要分享比较快 他宁愿有没有 就是 就是写博士 写论文应该是精益求精 无所必 不用其机的想自己 有没有 超越再超越 可是那个蔡英文还很伟大 就是说 他花了很多 这个一定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把他的研究成果全部都是迫不及待的 写成中文 然后在那个政大管理 不是政大管理评论 政大管理那更烂 你不是更烂 是政大那个法律评论发表 令人佩服 爱台湾爱台湾 一定要选蔡英文当总统 我爱蔡英文 支持蔡英文当选总统 支持他连任